23. 成就之祸 拒之智者 而善利时 故事业之成 必备时 拒之无时 也无言机 时至拒之 旧业犹然 成就之道 浮出定地也 世间上的人 在干事业的过程中 有的取得了成就 有的遭到失败 而且 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 亦类相输 有大有小 就其原因 主要是 若要取得一件事业的成功 自己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 而在此前提下 还必须要有时间和机遇 才华和时机两者都要具备 所以说 任何事业的成就 都必须是才华和时机的集合 如果只有才智 聪明 而没有时间和恰当的机会 那么 就可能没有发挥聪明才智的条件 既无法深入研究这件事情的本身实质 也不能在最适合的时间去掌握它 所以就不会成功 因此 只有同时巨石和巨质 事业才能有所成就 这是所有成就事业所不可否定的一种定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